花莲县吉安乡老人会15号举行了建走活动 有150位的长者起居一堂 在暖身操的热身之下 大家建走了一公里的路程 而长者起走了开怀 为了提倡长者们的健康活动 花莲县吉安乡老人会15号办理建走活动 吉安乡老人会理事长张良印 吉安乡的于树珍 现眼林远复林平阳林哲思 吉安下面代表会主席邱美云 副主席黄金发 幸福北七服务中心副主任范江信林 六月副宽期服务处主任邱惠明 共同来向专者们致意 那我们吉安银花族 在我们吉安老会有将近400的会员 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有撞球 有粥球 有歌唱 还有教室可以上课 好多多演化的活动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吉安的银花族 都来参加今天老人会的 有加入 具有活动 具有活动 具有健康 需要促进健康 理事长张良印表示 当任理事长之后 就开始安排不同的运动项目 和活泼的课程 就是要让张良人们能够走出户外 让自己的身体动一动 伸展筋骨 大家邻居在一起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提供大家一处 安心养老的好地方 记者就用意 今天我导 好 好 好